参加关心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现场 今天排定审议了国会改革法案 来立法到了甲级动员 刚刚早上已经爆发了第一波的肢体冲突了 而现在七点过后 一场的大门打开了 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况又是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静怡 好 立刻带你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从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的是 民进党团的总招柯建民 他现在呢准备应该是要来递出法案 其实在稍早大概六点五十分的时候 先爆发了第一波冲突 那个时候自己本来 蓝营的立委已经守在了大门前 不过现在这个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有话要说 我们一起来听 好 那几人啊 好 其实在稍早呢六点五十分的时候呢 是国民党立委其实已经守在大门前 不过民进党立委就出现了 似乎呢是想要闖进去那么先用武斗的方式 不过呢似乎是没有成功 因为现在在议场里头守住主席台的是国民党的立委们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呢 这个柯建民总招他在地文案 应该是要展开的是暗海战术 其实蓝营自己也有评估了 如果呢他们六十四案 然后每个人呢发言三分钟 他们总共有五十一名的立委 大概呢可以讲六天六夜不停 也就是讲到五二零过后呢都还讲不停 而画面当中您看到就是稍早大概在七点前爆发的第一波冲突 为什么在七点前会爆发冲突呢 就是因为七点国会要开门 大家要进去抢战主席台 那么这一次的立愿备受大家关注 也是因为战神很多 你可以看到呢包括了王世坚呢 他也是在一场前呢 那么来说话 好那么现在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的则是 国民党团的总招傅昆奇 他也在签名登记咯 因为就在早上七点的时候 国会已经开门了 而如果是在一场前的话呢 目前则是国民党立委 现在已经抢战了主席台 今天他们主要的任务呢 当然就是要来保护立法院长韩国瑜 可以来站上主席台 那么就可以主持议会 那他们又在考虑什么呢 就是国会改革无法 那么傅昆奇有这些讲话一起来听 堂堂中华民国的国会 大家应该啊 要照议事规则来走 今天大家看到很清楚 国民党民众党48个小时 48个小时不眠不休在这里排队 但是到了将近开门 要进来送案登记的时候 民进党再一次啊 示范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 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做的事情 民进党在这里不只推挤 还让了很多人受伤 用插队的方式 用耍流氓的方式 要在这里破门 把这个国民党民众党的立委 把他赶开来 但是他没有成功 我们再次表达 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们是一个有照规则进行的 这样的一个国会 但是很遗憾的 执政党民进党 今天再次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付啊这个在野党的委员 我们深表遗憾 而且520马上就到了 这个赖清德总统即将就职 是不是赖清德总统 你要把台湾带上一个风火连天 朝野永无宁日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台湾吗 还是一个破败 更加 更加混乱的一个台湾 我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礼教 跟次序跟规矩 今天我们在执政党身上都没有看见 全国人都知道 我们排了48个小时的队伍 但是到今天 却被民进党用这种暴力的方式 来起冲突 来抢战先机 但是国民党民众党 我们奋勇抵抗 奋勇抵抗 终于啊 顺利的 在主席台 能够 赞助主席台 也送案成功 也送案成功 能够让今天的议事 我们希望 能够顺利的进行 让国会改革 能够啊 在这个台湾 能够正式见到阳光 我们希望今天国会改革 无法能够顺利的来通过 所有国民党立委 民众党立委 不眠不休 我们奋战到底 就是希望民意能够伸张 能够在中华民国开花结果 让过去所有腐败的政府 这些 贪账王法 能够啊 能够 在国会 能够调查清楚 这一项大牌 还给全国国人 知的权利 也让国家 能够更加的 连结 更加的清白 总知道这个等一下 是要确保立法院长 韩国瑜 能够顺利的登上 主席台主持议事吗 完全就是因为 民进党 昨天用 这个恐吓的方式 所用史上 最粗暴的冲突 来对付在野党 就是为了阻挡国会改革 我们非常的好奇 国会改革有这么严重吗 让国家的立志 能够更加的连结 有错误吗 而且这不正是 过去赖金德总统 跟民进党不断的 不断的要求的主张吗 我想今天 我们终于看到 民进党的真面目 当选票拿到以后 完全忘记人民 我们再次的表达 我们会坚持 坚持 我们会扛住所有的压力 已经排了两天的时间 但是民进党的立委们 却在早上的6点50分 就要来插这相当不满 那么看到一场前 其实这次呢 蓝英就凭借着 人数的优势 其实他们已经 抢占主席台 那么稍早的时候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 似乎还吹了直笛 要来缓和一下 现场的气氛 那么站在这个C位的 你可以看到的是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这一次呢 他也是有备而来 戴上了他的 应该是头盔 就是防止呢 稍待会有冲突的时候呢 自己的头可能会被砸到等等 那么这一次呢 蓝英他们也展现了 他们的战斗力 那么是穿起了 这个战斗背心 那么陈玉珍 更是有备而来 一身尽装 你可以看到 他戴了头盔之外 还穿了这个金色的外套 那过去几次呢 陈玉珍站立院 大家都是呢 有目共睹 包括说 他曾经呢 戴着单车帽首主席台 还曾经警报 讲万安 有所谓的万安警报 不知道大家 观众朋友们 还记不记得 过去的往事呢 那么这一次 陈玉珍其实在 昨天的时候 也特别交战 国民党的新科立委们 要如何来应战呢 这一次的立法院大战 那可以看到 现在在主席台上的呢 是国民党的立委 他们这一次呢 总共是有52席 那么再加上 这一次 他们年轻世代很多 所以呢 他们觉得战力 应该是不会输 那么目前在 一场那一头 并没有进一波的冲突 不过你可以看到 其实下头呢 民进党立委是排队 应该就是为了 要递交法案 要来使出的是 文攻 暗海战术 因为本来猜测 他们可能是不是 会用武斗的方式 要来抢占主席台 但看起来在第一波的冲突的时候呢 是没有成功的 好 那么以上是在现场的最新状况 先把时间交还给朋友 明镜与点点栏目的